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九章一开始呢 我说了我们在讲Print Access 就是非流动资产的时候呢 我们会谈四个阶段的会计处理 那第一个阶段 当然是取得的时候 你的会计处理 好 那你的入账 那取得的时候就要入账啊 那你账怎么记录 那大家会涉及 你要做会计记录的时候 就涉及两个要件 一个是会计科目的选择 还有你的金额的认定 好 认列 好 这是第一个 在我们取得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的会计处理 那第二个阶段呢 持有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持有期间呢 这我们上次还没讲 就是说你持有这个资产当中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大家去想 如果任何一个人手上 都或多或少有 这边我们在我们会计里头 所认定的所谓的非流动资产 比如说现在有没有人没有电脑 可能每个 不见得每个人都有摩托车 但是我想没有人会没有电脑 好 不管你是平板笔电 或者是桌电都一样 那你持有这个资产你不会想一年以后就要把它换掉 好 所以呢 可能你长一点会使用个三年五年 好 那 呃 基本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呃 使用的时间的预期 所以持有期间呢 当然它会发生某一些的状况发生 好 但电脑比较少啦 电脑需要维修比较少 可是摩托车呢 你就常常要换机油啦 好 然后比如说要换什么刹车 呃 刹车要换轮胎啦 或刹车油啦等等 会需要这些维修 好 所以呢 持有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还没讲 这是我们今天会讲的 那第三个呢 是报导期间结束日 这是我们所谓的会计年度结束 好 但是因为国际会计准则呢 喜欢用报导期间结束日来讲 好 所以是 end of reporting period 好 就是我的报导期间结束日 就是期末 会计年度结束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事情 好 我们上个礼拜其实有讲 好 我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什么 我的成本分摊 成本分摊就是 好 不同的 我们的不同的资产科目 我们说非流动资产 好 因为我们第九章讲的 是所有的非流动资产 包括有固定形体的 Prime Access 好 就是厂房设备 或者是呃 我们 呃 中文俗称叫固定资产 那另外一个呢 是天然资源 nature resources 或者是我们叫做depression access 叫做折号性资产 第三个就是intangible access 叫做无形资产 所以我们也有这三个资产 三种类型的非流动资产 期末都要做成本分摊 然后呢 不同的资产 他分摊用的科目就不一样 好 如果是plane access的话呢 我们叫做depression 叫做折旧费用 如果是nature resources 我们叫做depression 好 叫做折号费用 如果是intangible access 我们叫做amortization 叫做折 贪消费用 但是他都是成本分摊的一个动作所产生的 只是因为不同的资产 他用的科目名称不同而已 好 那这是期末要做的一件事情 然后再来呢 期末还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就是有没有减损的发生 好 要做减损测试 好 impare impest 就是减损测试 好 减损测试这个可能我到课本上面讲的没有那么多 可是你要用力听 因为我会先讲一部分 就是所谓的一部分是我会先讲一些初期的 就是说怎么样去做他的减损测试 你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到中块呢 他会讲更多有关于减损后续的事情 所以这个地方呢 请你要认真听一下 因为课本上面可能讲的没有我要补充的 那我说多讲一点 也许你们到中块学的时候呢 就比较不会那么多的新的东西进来 好 所以期末要做这两件事情 好 那再来第四个阶段 这个资产我用了年限期满了之后 我会什么 做处分 好 disposal 那我这个处分的方式有很多种啊 我处分可以把它卖掉 如果还有价值 好 我可以把它卖掉 有人要吗 我可以拿回一部分的钱 现金 好 另外一种呢 是他只能当破铜烂铁 当做垃圾丢掉 那我们就知道了 报废 好 那第三种情形呢 是 遗物遗物 我跟你交换 我拿我的摩托车 跟你换 换汽车 这个我们都会再去讲 最后你的处分的方式 有这三种典型的例子 好 那交换的部分呢 有时候会讲说 在你取得的时候 在中块里头会讲 你取得的时候 也是算是一种交换取得的资产 也是可以 但是我会把它先放在 处分这边讲 因为 前面的取得里头 没有去提这个事情 好 所以我先来 后面这几个 我会补充的比较多 好 所以 这是 所谓的 非流动资产 要做 当我取得这个资产的时候 我要做的这四个阶段 好 但是除了这四个阶段之外 不是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 好 那课本上还有举到一个例子 举到一种情形 可是我 不是那么想讲这种情形 好 一种叫重估 Revolution 这个是 它 我们中文叫做重估价 好 课本上面有 我待会带大家看 那这个并不是我们四个 我们非流动资产 四个流程里面 必然会发生的 好 重估价 不见得每一种 流动 非流动资产都会有 但是我讲的这四个阶段 要做的会计处理是 所有非流动资产 大概都会经过的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 讲非流动资产的时候 要提的这四个阶段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 这边我们讲过了 这边我们讲过了 这个Cost Allocation 而且讲的是 折旧费用的部分 所以我们提了折旧费用的计算 好 有四种的 折旧费用我要计算的时候 需要三个数字加一个方法 那三个数字就是成本 那有年限 还有残值 加一个方法 那你的方法 可以有直线法 或者是生产数量法 或者是 课本还有一个 就是倍数余额递减法 余额递减法 我补充了一个年数合计法 好 年数合计法是我补充的 课本没有 考试会考 我补充了 既然我那么用力讲 表示它一定有存在的价值 好 那我就是在这里有补充的话 我考试就会考 所以不是只有上课 只有课本里面 有的东西我才会考 好 我有上课的时候 特别去强调的 我都会 是我的考试的范围 好 所以我的折旧方法 我们介绍了四个 课本上有三个 课本上有直线法 stride line 第二个unit of production 或者是unit of activities 好 就是生产数量法 第三个是double climb balance 叫做倍数余额递减法 好 那我补充一个syd sum year digits method 就是年数合计法 这四个方法 所以你在做折旧的时候 你要三个数字加一个方法去计算 那我的折旧基本上 都是在每一年 报导期间结束日的时候做的 但是如果说 我们不是我处分的时候 我提早去处分我的资产 我没有用到年底 就说假设我在年度当中 去做我的资产的处分 所以我就要先提列 从我上次提列折旧到 目前我处分为止这段期间的折旧费用 你要先去算出来 我们后来会去讲 当我在做处分的时候 我怎么去做这个会计处理 好 所以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 好 那当然折旧的时候还提到 我们有三个数字里面 有两个事物质是估计来的 年限 残值 所以这两个 当我估计发生变动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从发生变动那边 那个时间点重新去计算 它应该提列的折旧费用 那除了我两个估计的数字 可能发生变动之外 我的折旧方法改变 好 折旧方法改变 原则上 它也是一个估计变动 好 所以如果万一你去看到 比如说 2010年 2010年之前的书 那你千万 那个书上会有一些的东西 跟现在不一样 所以你不要拿那个书跟我现在来谈说 为什么这本书 这边是这样讲 不是因为我们会计方法 就是说 因为国际会计准则之下 有些有时空的改变 有些的 会计处理 有一些变动 好 所以请你不要去看2010年之前的书 好 因为这个部分它有改变了 我们如果折旧方法改变 变动也算是一个估计变动 那我说了 你只要去界定 它是估计变动 还是会计政策改变 还是会计处理错误 你去界定这样不同的名称 为什么要去界定它 因为不同的 我们判定出不同的这个名词之后 我们的后续会计处理就不一样了 如果是会计估计变动 不硕既往 好 从我们变动的时候 开始重新去计算它的折旧费用 如果是发生会计错误 好 错误一定要更正 好 所以我们在讲 呃 现今的时候有讲过 会计处理错误的更正了 好 所以 请你要记得 如果发生 如果我们的判定 这个原因是因为会计处理错误 那你如果是会计处理错误 你就一定要更正 如果是以前年度发生的错误 到目前这个错误还存在 我就要做什么 前期损益调整 好 这是我们在讲存货的时候 有提过这个 好 存货我们有讲过 当你期末存货高估低估 发现的时候你该做什么事情 好 那就是调整 前期损益调整 就是调整保留盈余的意思 好 所以我们去界定出来 它是个会计估计发生变动的话 就不说既往 好 那如果会计政策改变 留到中会再说 好 中会里头会去提这个会计处理 好 所以呢 我们的折旧费用的提列 就有提到了这些的内容 怎么去计算 估计发生变动怎么做 好 这是上个礼拜讲的 好 我们花了15分钟 帮大家回忆上个礼拜讲的内容 好 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天要小考 对不对 好 好 所以我们先讲这个 然后这两个呢 我们就等到 未来碰到这类的资产的时候再来解释 但是呢 所有的成本分 那就折旧费用的方法最多 所以你为了折旧费用的计算之后 其他的就很简单 因为其他的计算方式就没有太多的变化 而且都是延续折旧费用里面的几个方法 去试用在所谓的natural resources 跟intangible assets 好 所以基本上 你就是折旧的 这个计算 折旧费用的计算 比较复杂一点点 所以比较复杂是因为你的选择性比较多 好 所以你就要多了解 好 到这里都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 那我们现在先谈一下 好 先谈一下呢 我们的holding 持有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假如大家都没有反应的话 我就假设上个礼拜讲的 我帮大家复习之后 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咯 那我们就往下看 好 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谈 那我持有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那持有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会发生两种可能性 好 但基本上 我们通常都叫做维修 比如说 我摩托车骑了2000公里 就要去换机油 然后呢 我呢 骑了 我不知道 这我随便讲 假设我骑了5000公里 就要换煞车油 那这些 换这些油的目的 只是让我的车子能够正常的运作 并没有说我换了这个油之后呢 它就可以变成从 这个50cc的机车 变成是500cc的机车 因为我换了这些机油 只是让它正常运作 并没有 增加或改变它的一个使用的效率 所以这种维修 我们叫做 例行性的维修 那例行性的维修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名词 叫做收益支出 好 所以呢 在我持有期间 你有发生例行性的维修 我们叫做 收益支出 这是一个名称而已 就像我们说 这会计估计是一个名称 它不是个会计科目 所以收益支出 收益支出 它也是一个名称而已 它不是个会计科目 好 我只告诉你说 什么叫做 revenue expenditure 就是 你只是让它维持正常的使用而已 所以你换一个机油 2000公里 你就要换机油 5000公里 你就要换刹车油 好 这个都是让它什么 维持正常的运作 好 所以我们叫做收益支出 当它发生的时候 我们叫 维修费用 好 只是维修费用 我们的科目就是维修费用 好 那另外一种情形呢 如果我 这个做了这个维修呢 不是常做的 也不是一定要做的 比如说好了 我的这个车子的假设 因为我对摩托车不太熟悉 我不想那个所谓的龙头那个地方可不可以换 好 假设呢 我这个 那个龙头呢 我觉得不太好使用了 好 我就换了一个龙头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换 随便讲的 就我换了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不是我经常性会去做的 但是换了这个龙头之后 让我觉得我转弯啊 好 变换车道 当然不要随便变换车道 就非常的操控自如 好 所以它提升了我的使用效率 好 或者是我做了一个大维修 比如说呢 我的引擎 我去做了大整理 好 花了钱比较多 不是例行性的维修 例行性维修 我可能什么 轻轻什么积碳啊 引擎去轻轻积碳 不是 我不算是轻积碳 还是我在我的引擎做了一些 比较大的改革 比较多的那个维修 好 这个维修呢 可以让我的引擎呢 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本来我的摩托车 我预期可以用五年 那结果呢 我因为我做了 我骑了三年以后 做了这个维修 我发现维修之完之后 我还可以用五年 就全部八年了 所以我是延长它的使用年限 那这种的维修 我们叫做 资本支出 叫做资本支出 收益支出发生的时候 我当做费用 维修费用 但是资本支出 它叫做资本支出 就是把它资本化啦 换言之它就会把它当做是什么 不是费用的科目 也就是说我发生这样的一个支出的时候 我会影响的是资产负债表 不是影响损益表 这个发生的时候 会影响损益表 因为承认费用 好 但是这个发生的时候 它不是影响损益表 因为它不是费用 我就会把它当做是我的资产的变动 但资产变动后续会影响你的折旧啊 还是会有 好 所以这一类的我们叫做资本支出 所以资本支出 比如说重大的维修 好 或者是本来它没有的 我加了进来 从那个新增添 增加了一个什么东西进来 好 比如说我的摩托车 好 然后呢我本来呢 这个早期的摩托车 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胎压侦测器 好 那现在汽车因为 呃常常高速公路会发生车祸都是什么 爆胎 好 所以呢 这个爆胎的话呢 其实在 尤其是在那个高速公路是很危险的 所以现在我记得 那个我们应该去年吧 还是前年啊 就已经有 这个交通部吧 就已经有规定 所有哪一年出厂的 可能是今年开始出厂的 所有的某机车 那个汽车 它的基本配备都要有个什么 都要有个胎压侦测器 好 那我这个车是以前买的 所以我没有这个东西啊 可是我觉得 爆胎这件事情 我也觉得很恐慌 而且我平常也看不出来这个摩托车 这个车子的轮胎气够不够 有没有什么问题了 所以呢 我就加装自己去加装了这个胎压侦测器 这个是增添啊 这个增添 因为 这个胎压侦测器 它也不是损耗品 我认为它应该不是个损耗品 所以呢 它会是一个资本支出 如果胎压侦测器 我每一年 或每两年 或每半年就要换一次 或者我开多久的里程数 我就要换胎压侦测器 那它就是一个什么 收益支出 但是不是啊 我增加了这个东西呢 增添 所以这个是我的资本支出 但是这个资本支出 课本没有讲很多 它只有讲到说 例行性的维修叫收益支出 那资本支出 它没有特别讲 但是我告诉你说 当你的重置 诶 我比如说我的 呃 龙头换 换了龙头 没有一样摩托车是没有龙头的嘛 把手 那我换的只是叫重置 replacement 但是如果我去加 本来我这个车子没有胎压侦测器 我去加装增添 好 那当然还算是资本支出 那有些我的维修 比如说我刚刚讲 像我的引擎去做了一个大整理 可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好 它的影响时间也比较长 所以它也是资本支出 所以资本支出的意思是说 当你发现这个支出 第一个 你不是经常性的 不是经常性的 经常性的是收益支出 不是经常性的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资本化 那不是经常性的支出 你会发现什么情形呢 比如说 重置 增添 好 或者是重大的维修 好 那这一类的支出 我们叫做资本支出 那换一次这类的支出的时候 我又把它资本化 就把它当做 新增一个资产科目 或者是原来资产的科目的成本增加了 因为我增加了这些的 这个新增也好 重置也好 都会有这个增加 因为资本化 有可能是增加一个会计科目 有可能是我原来资产的科目的成本增加 好 所以这个是资本支出 那这个是 课本上面呢 只有稍微带过 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看一下课本写在哪里 好 看一下呢 我们的第九章 结果你们都没有人告诉我说 提醒我要把 吸体解答放上去 对不对 我今天早上突然间想到 一口气全部放上去 觉得你们居然没有人告诉我说 提醒我要做这件事情 还是你们觉得自己做的很有把握 不必看解答 好 所以呢我们看一下第九章 好 我们这个是写在哪里呢 在441页 我们上个礼拜应该讲到 那个 441页 我们上个礼拜应该是讲到的是 438页 就是我们的 折旧的改变 Revising 就是变动 这个是我们438页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 好 先套到441页的 Expendeduous during useful life 好 所以这边呢 它如果是 Ordinary Repair 例行性的维修 它就是一个什么 Revenue Expended 就是收益支出 但是呢 如果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441页的蓝色的字 黑色的字 你可以去看 我告诉你说 黑色字 讲的就是我刚刚说的 好 你可以看441页的第二段 它说相对的 如果 或者是相反的 如果呢 我有Additionals 跟Improvements Additional就是增添 Improvement就是什么 就是改进 改进的话就是指你的重大维修 这种的话呢 我们叫做Capital Expenditures 叫资本支出 好 但是课本上就讲这一句话 这一段而已 就结束了 它没有例子 它没有例子 好 那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不会是太复杂 然后呢 但是它有很多的小细节 所以基本上 我也只告诉你有这个东西 但是我不去举例 所以资本支出的例子是什么 因为我重点 会把它放在 我们的另外一个 减准测试这个地方 好 我只告诉你哦 我持有期间会发生什么 就是我的 所谓的支出 这边讲说它的支出 支出你可以分成 所谓的维修 例行性的维修 跟你如果发生的增添 或者是你的重大的改善 好 重大的维修 我们都把它当作是资本支出 好 那这个 会计处理上面就不一样了 因为如果是收益支出 我是直接把它承认为 repair expense 叫做维修费用 但是如果你是 additional 或improvement 那你就把它资本化 那资本化的条件 就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有可能你要新增 会计科目 新增一个资产的会计科目 那或者是我是增加 原来的会计科目的成本 或者第三种情形 我说你这个重大维修造成的效果 是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那又不一样了 好 它会切记它的累计折旧 好 这个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暂时 就还有分择这三种情形 那我们会另外再等到中块的时候再说好了 好 所以这个地方 我只告诉你 有这样的一个会计 会计的交易发生 你的会计处理什么去认定 好 这是441页所讲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439页 好我刚刚有讲到439页 revolution 在我们的中文 其实我们叫做重沽 好 我讲一下这个概念就好了 好 那因为其实重沽呢 在中块讲的比较完整 它的会计处理怎么做 讲的比较完整 好 什么叫重沽 在我们的税法规定 课本上面它只讲 国际会计准则 你的planet access呢 要去做重沽价 好 appraisal 这个appraisal 这是你的重沽价 好 那你重沽价呢 其实 在税法上面的规定比较完整 好 重沽价是当你的物价上涨25%以上 台湾的税法规定 你这个资产持有 尤其是非流动资产 你持有的 当时候的物价 跟现在的物价 相较起来已经超过 涨幅超过25%以上 那你就可以做资产重沽 好 那就是这边的revolution 叫做重沽价 那重沽价呢 基本上你重沽 有可能是什么 增加的 增值的 像土地 大部分都是重沽会增值 大部分 土地因为什么 不增不减 大家学过经济学都知道 土地具有不增不减性 所以它是稀有的 地球的30%才是土地 而且这个 所以土地不会 基本上我们说 在我们有生之年 其实我们看不到 土地会增加或减少 所以我们土地具有 不增不减性 所以当我的土地增值了 好 所以土地可以 比较可能发生增值 那房价就不一定 房价就不一定 好 房价可能会 那个 比如说 这个什么 很多的原因 如果交通建设 或者公共建设 做的比较多 那房价会上涨 但是如果像最近 最近最夯一个议题 是什么 跟房子有关系的 房地合一税之外 还有呢 房地合一税 有点 有一点点 不是那么新鲜的 这礼拜三才公布的 是这礼拜三 还是礼拜二 还是礼拜一 好像礼拜一 礼拜一 礼拜一 大家就在看 哦 如果你是这个 公布的土壤易化区 是红色区块的 诶 大家就认为你的什么 价值会减少啦 所以这个时候 你房屋就有可能 什么 减损 好 所以重估价 有可能是增值 有可能是 损失 好 那不管你是重估 增值 还是损失 会计准则里面 会计处理原则 如果有损失 我估计的出来 我就要立即承认 而且这个损失 任列为 当其损益的一项 是 你刚才说 土地要增值25% 才可以进行重估 不是增值25% 不是土地 是物价 CPI 就是说 我买这个资产 那时候的物价 跟我现在在做重估价 至少要涨 就是说我们的税法规定 你如果涨超过25%以上 你就可以做重估 好 不是这个资产涨25% 不是 是你取得这个资产 那时候的物价水准 好 物价指数 跟现在我要做重估价的物价指数 如果相较已经涨了25% 那你就可以做资产重估 好 那这是我们的税法的规定 但是国际会计准则会 会计准则里头 我说了 会计准则绝大不会跟你讲说 多少比例 多少数字 你要做什么事情 他不会 他只是告诉你说 如果你有发生增值 或者是你有做重估价 那你增值跟损失该怎么做 会计里头 并没有去特别讲 你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做重估哦 没有 是我们的税法 我说了台湾的税法是规定 如果你的物价上涨超过25%以上 25%以上的话 你就可以做资产重估 好 这是税法的规定 但是我再强调一次 会计准则里头 绝对不会去跟你讲 你多少 你怎么去做重估价 你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做重估价 他没有 他只告诉你说 你做了重估 如果有增值 该怎么做 如果你是有发生损失 该怎么做 但是他没有跟你讲 什么情境之下 你还是可以做重估 在会计里头 绝大部分 尤其国际会计准则 绝对不会跟你讲多少比例 好 我只是说我刚强调 这个25%是我们税法 目前的规定 好 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重估价 所以这边呢 我只是带过去给你听听看就好了 因为他重估价有点 而且到中块会讲 然后他比较复杂一点点 好 重估价 如果 重估价就是我 重新找到所谓的第三方者来见价 鉴定的结果呢 我的资产现在的价值 我们国际会计准则叫fair value 公允价值 跟我目前的账面价值 好 账面价值 你可以自己算吧 记得吗 我们上个礼拜讲 账面价值怎么算 重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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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估价的价值 我们 我们不会去做 因为是什么 一定要有什么 第一有一个公正的 建价师 目前台湾呢 我们的建价 不动 我们就不动产建价师 好 其他没有 其他不动产就是指房屋跟土地的建价师 有 好 我们的国家考试的正照 有一个不动产建价 建价师的考试的执照 但是其他的 资产并没有 所以汽车 其实 可能见仁见智 我不知道 所以像汽车是算动产 所以动产没有建价师 我们现在你可以去看考选部的网站 然后有个不动产建价师的考试 那是专业 专门 专业考试 好 专门职业考试 好 那所以呢 所以我们不去管 那建价出来是多少 因为我们是找人来帮我们建价之后 他建议出一个价格出来 那我们要决定 我的 是增值还是损失 但建价出来的金额要跟什么比较 你要损失还是增值一定是什么 一定要两个比较才知道啊 所以我刚刚讲说你建价出来的金额 会跟你的账面金额做比较 那我们刚刚呢 我上个礼拜应该有讲过了 我的账面价值怎么算 你看 我的账面价值 不value 账面价值 好 谁告诉我 许孝轩 你好了 好 上个礼拜你没来吧 对不对 好 没关系 我只是说 你有没有自己复习呢 好 自己读一下 要不然的话 欸 今天考试你不是会考得有点惨吗 什么叫做账面价值 好 你可以call out 求救 看找谁 来 帐上一开始所承认的成本 减掉我的累计折旧 好 账面价值非常重要 这个名称非常重要 这个金额怎么决定出来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到时候在做disposal 也是会用到账面价值 好 所以我的账面价值跟我签定的价格来做比较 好 所以呢 如果我签价出来的结果 我的bull value 大于我的签价出来的结果 忘记是不是这样写 好 就是我签价出来的结果 好 好 就是我的重沽的金额 或者是revolution 好 如果我的账面金额 大于我的账价出来的重沽价的金额 我承认 好 这边呢 课本上面用的会计科目 他是写revolution surprise 好 中文我们其实中文就写的写的比较明白一点 叫做未实现 好 我应该是不要写未实现好了 资产重沽增值 好 你未来在中会里头会看到这样的会计科目 如果我的账面金额 写反了写反了 对不起 如果我的账面金额 小于我的重沽价 也就是计算出来以后 我的那个重沽价的金额比较大 让我承认资产重沽增值 相反的 如果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叫做 损失 减损损失 好 我们叫重沽价损失 这个重沽价损失 这个impaired loss 跟我们的减损测试出来的减损损失很像 用的科目 中文的科目是减损损失 但是英文都是写impaired loss 叫做做 我们就叫重沽价损失 因为现在在讲的是revolution的情境 所以如果账面金额大于我重沽价结果 就是账上的金额多了嘛 所以我们要把它降低啊 要把它降低 我的资产原来在借方 所以我要把它降低 要写在代方 所以我借方要有个科目 就是承认什么 impaired loss 就是我的重沽价损失 那相反的 如果账面金额 是小于我的重沽价出来的金额的话 那我就承认什么 重沽价增值 资产重沽增值 那这两个科目呢 其实放的 基本上呢 既然损失费用 我们说损失费用 当它出现的时候 99% 这个科目是放在 损益表里面的 income statement 还是放在损益表里面的 好 但是呢 如果重沽价增值 基本上呢 它也是放在损益表 好 但是 它放在损益表的位置 叫做 综合损益的地方 所以它会放在的是 comprehensive income 叫做其他综合损益 好 这个是放在损益表 而且影响当期损益的 综合损益 好 这个叫做综合损益 所以我说 这有点麻烦 因为我们还没有去讲到 综合损益是什么 我们现在编的 其实我们现在编的损益表 其实叫做综合损益表 到中块会去讲 好 我们是comprehensive income statement 叫做综合损益表 好 但是你可以发现 我这边是 叫做综合损益 这个叫做放在损益表 两个不一样 可能会是在同一个报表 但是它造成的效果影响不同 好 所以 因为课本有讲了 我想没讲一下呢 大家看到这个东西一定会问 好 所以我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 它实际上的会比 实际上的我们的会计处理上面 会比这个 课本上写的 就还要多情境发生 所以课本上只告诉你说 好 它呢 如果是发生的增值 请你看一下 利益的 好 在4379月 如果是利得的部分 也就是说 当我的账面价值是 低于我的重固价的金额 他比如说 课本上举这个例子 我用100万买了一个资产 然后呢 取有一年 好 那一年呢 我提了折旧 折旧呢 用直线法 没有产值五年 所以我每年提20万的折旧 所以提完第一年的折旧之后 我的账面价值是80万 好 那我在 这个 它例子是2017年买 2017年的年底呢 我去找人来帮我见价 见价的结果呢 这个资产 在2017年的状况之下呢 是85万 所以呢 因为是重估价 所以呢 我要从80万调整为85万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它前面的440页的分路 他就把原来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重估价 的会计处理有两种 一种叫做进额法 课本的写法 这个叫做进额法 另外一个叫做比例法 好 到中块会去讲 所以 它的会计处理怎么做 所以我们先补看 好吗 好 免得你觉得有点复杂 好 所以这个地方我只告诉你说 439页到440页 只告诉你 它有做资产重估 好 资产重估 如果我的价值 重估价的金额 高于我的账面金额 你可以看呢 在440页 我是不是有个revolution revolution surprise 就是5万块 就是它会承认 就是这个 资产重估增值 然后呢 如果下面440页的 当你发生的损失的情境呢 是 好 我的账面金额一样是80万 但是呢 我重估价的结果是77万5千 所以我承认 2万5千的什么 好 impairment impairment loss 好 所以呢 它是把它写成名词 所以 把它改一下好了 好 它是把它写成impairment 好就是 减损损失 或者是重估价损失 好 所以这个是 资产重估 所以 440 439页 440页 好 这两个部分 到中块会讲得更清楚 好 只是告诉你说 像 你发生了 好 一开始的439页是 你持有期间关发生什么 支出 那你去判定 还是收益支出 还是资本支出 好 然后呢 你期 你重估价不一定要年底 好 重估价是 你一年度里头 但是你也不见得每一年都要做 如果我认为它没有价值 那个物价没什么上涨 金额没什么变动 我不用找人来来估价 估价是要花钱的 好 所以呢 你不见得每一年都要找人来重估 好 那我觉得 有变动了 只是说你怎么觉得有变动 我们说法就告诉你说 如果你的物价上涨了25%以上 你就可以去做重估 好 那重估不一定每一年要做 如果你的物价或者是这个资产呢 你认为它的这个就是很平稳 物价很平稳的话 你不一定要做重估 好 当你发生发现 这个物价波动比较大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重估 好 所以这个重估价不是年底做的 不是年底做的 好 所以这个是额外告诉你的 所以这个里面呢 不是每个资产都会有 这个重估价 不是每个资产都会做重估价 因为 比如我说了 大家不动产 因为时间持有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你可能比较容易发生 物价上涨超过25%的情景 好 如果其他的资产 我持有三年 持有五年 它就没了 就要报废 就要太旧换新了 你有重估价吗 不需要 就没有重估价的一个时间 还没有来得及重估价 它就已经 已经被我换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重估 好 所以我说 大部分只有不动产 比较容易出现重估价的情形 好 这是课本上面440页 好 所讲的 好 这样439到440页 好 这是补充的 好 所以基本上来讲呢 440 439页到441页 这个部分 好 因为课本上面都没有举很清楚的例子 所以呢 我只是先告诉你概念 好 那重估价也是一样 到我们的中块 重估价会有比较多的说明 他的会计处理怎么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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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